我們先出客棧 我只告訴你喔 因為不可以說 好啦 生生命命的 我跟你說啦 我跟你說喔 我剛剛在拱橋旁的遊樹下 竟然看到一個受傷的綠毛狐狸耶 你少胡說 狐狸哪有綠毛的 瞎掰 嘿 我可是說真的 真的有一個綠毛小狐狸 捲服在那裡 好像還受得傷 綠毛上還有血精呢 瞧瞧猪狐狸真的是的 不然現在帶我去瞧瞧 嘶 小聲點 別讓人聽到了 咦 那兩個小孩所說的 該不會是二絲根他們要找的胡金吧 不管如何 先去看看再說 左側的柳樹下 啊 這裡 這麼明顯 咦 固人這小狐狸 他身上真的差一隻浮標 可是怎麼一動也不動 不會是死了吧 這是可能的小東西 如果我告訴二絲哥 他們找到我找到他 他們一定會交給他的道 是迪渊的吧 那他的下場 會不會有生命危險 迪渊 該不會想殺掉他吧 不行 為什麼可以害死這條小生命 他只不過是修成人形 最不致死吧 不管了 先救他再說 誒 你這是那隻小狐狸 挺可愛的呢 人家我可是用名字的 人家叫葉明龍 這是師父給人家起的名 要不是那個臭道士 是陷阱害我受傷 我可是好久沒有變回原型了 是是是 你法力高強 可是話說回來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 迪渊為什麼要抓你 我只不過在山上悶急無聊 托特師父出門採鑰匙 又下山來玩 不過就是仙仙人家女子 兒子吃點東西罷了 哪知道那個睡覺的八婆 硬是渲染成什麼 狐心作祟啦 狐心上身的 害我遇見這麼兇神 惡善明明明楚的 硬是要我的小命 我就是賭書 還採香蕉皮 倒楣到家了我 你還真是有趣 那你現在怎麼辦 你說那個臭道士 他可是在城外排滿陣仗 等於去豬頭羅漢裡 什麼 我慘了我慘了 這樣真的糗大了 再見難逃 對了對了 現在姊姊你做了一命 好能做到底 你就幫我逃脫神好嗎 拜託拜託 我 這 我可不 啊 我身這個瘀血了 我又不是歡迎 我又變成 你 你一根標本了 早知道我就不偷留下山 師父啊 你的運氣 融融此生難抱了 嘿嘿嘿 你別哭嘛 我答應幫你想辦法就是了 咳咳 真的 姐姐你可不能反悔喔 對 我都忘記師父交了禮數了 請問姐姐怎麼稱呼 我叫高環君 在船上休閒那位龍夜姐姐 還有 咳咳 難怪我會被陷阱抓到 你這疼的人都沒有察覺 咳 他也受傷了 你怎麼不救治他 他受的傷非常一般 我無論為力 哎呀 什麼三招我師父救治都沒問題了 我師父的醫術可靠命的很 糟了 我又犯這毛病了 但我沒說 但我沒說 怎麼了 為什麼說到一半 什麼糟了 你師父不行嗎 我師父哪有不行的事 只是 師父他不喜歡跟一般人打交道 之前我就是好事 好事 見人生命可憐又帶回去 惹著師父不高興 師父就警告我 要是我再敢到處幫他亂接生意 他就幫我掉在樹上反省 三天不准喝露水 不准追兔子 總之 我不敢再這樣了 咦 他口中的師父 該不會是我們來找的 高人太遠隱秘吧 嗯 得想想個法子 讓這個古靈驚悍的小人 帶我們去台城 這樣啊 你師父對你可真名利 真所謂名字出高土裡 嘿 可不是嗎 就說這麼聰明活潑的徒弟 嘿嘿 就是書咩 本事高強 又懂禮數 嗯嗯 就是書嘛 心地善良 又是心助人 嗯 那還用說 聲明大義 又捨己為人 嘿 真不好意思 而且絕對不會見識不救 更不會萬恩負義 那是當然的啊 我有什麼可能 咦 不對不對 姐姐 你這是在套我吧 套你 我哪有 你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不是嗎 難道你要跟我說 你不是這麼優秀 這可是連代表了你尊敬的師父唷 姐姐 你也是狐狸變的吧 比我還狡猾 真是對不起 我可是剛剛才跟您學的 先學血脈而已 所以 是你比較聰明 好吧 如果姐姐能帶我安全出城 我就想辦法帶你們去找師父 唉 這外邊的太陽 這麼毒辣 跑了我真是兩腿發酸 頭暈目眩 咱們現在可是為了借樓燕姑娘的奔走 怎麼 你不願意嗎 不不不 我為什麼會不願意 這個是我的榮幸 好了好了 你不是說要安靜點 這閃門燈回的老人親近 糟了 二十哥他們回來了 唉 什麼叫二十哥他們 你還要請他夥伴 你怎麼沒說 是你不讓我有機會說 好了好了 現在不是正這個時候 你先找個地方躲起來吧 我二十哥他可是幫 抽到師裝裡的 唉 我的老天 這家可怎麼辦 我完了我完了 別急我要幫你想辦法的 你快點躲起來 這麼可愛 唉 剛剛是我眼花了嗎 怎麼好像看到房裡 多個小女孩 瞧你一個念的不休 到底在說些什麼 沒有沒有我想 我大概是中暑了 師妹 榮葉姑娘還好吧 榮葉姐姐急一疲累 到房裡不久後就睡著了 除此之外 沒有什麼其他大礙 唉 看著榮葉姑娘昨天衰弱下去 可是我們卻沒什麼進展 我們真的能夠來得起 找這位高人嗎 二十哥不用擔心 榮葉姐姐福慧雙智 一定能逢兄化吉的 當於如此 高姑娘看起來心情愉快 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事嗎 啊 我有嗎 哼 蕭霍大哥身上粗獷豪邁 但可真是心細如法裡 呃 我 我有嗎 喔 師妹 你的意思是真的有事囉 什麼事說回來 給大家聽聽 嗯 在我說之前 我想先請問二十哥一件事 如果那個道士敵冤 抓到那個胡金 他會怎麼做 這 這我倒是不知道 哎呀 這其實不難想像嘛 你想這個道士抓到金冠能做啥 當然是必須要變回原型好賣錢喔 不然以為他的盤柴要打哪來 所以我說 呃 咦 怎麼好像聽到有哭聲 這下子 連幻聽都有了 看來 你中暑不清啊 如果能師妹 你問這個 要做什麼 呃 那麼二十哥 如果是你抓到他 你又會怎麼做 我們只要找他問個話 你應該不會把他交給敵冤吧 如果他 術行不了 仍然都有阻止 那當然是不能勤勞 如果只是言過其實 只是誤會一場 那咱們應該也不會 逼胡太甚 對吧 如果真是如此 應該也不至於 嗯 師妹你 有事瞞著我吧 我 這 這是什麼 就是他 沒有危險吧 沒有 他可嚇死了 那他知道消息嗎 有 很可能是他的師父 你們兩個在切切思議什麼啊 師妹 該怎麼做 就依你好了 嗯 多謝二師兄的信任 那麼就先請三位 先到門外等候吧 門外 到底怎麼是這麼神秘 好了 許出生 咱們先租去就是了 如果說這麼多 做什麼 走 走吧 許出生 你要我用扛的嗎 好好好 我走我走 二師哥 先到門外燒貨吧 我喚醒龍夜姐姐 然後我想 我們就可以出發 找這名高人的 嗯 高姑娘她 沒事吧 嗯 等會就知道了 喂 兩位 到底是什麼事 我可是一個都聽不明白 龍夜你 龍夜姑娘 你還好吧 嗯 還好 只是氣虛無力 偷一目眩 那 師妹 你剛才的事 嗯 我知道 快點出來吧小妮子 嗯 嗨 各位大哥 你們好啊 就是你就是你 我就說我們也有花吧 不過話說回啊 你是誰啊 我 我就是你們要找的小狐狸 我叫燕明龍 現在咱們要找的高能有效落了 這個小狐 嗯 是小姑娘 就是她的愛徒 只要咱們幫她逃過敵人身下的城外陷阱 她又帶咱們去找她的師父太約隱藝 是啊是啊 我師父可厲害了 只要大哥你們放過我 還幫我逃過陷阱 我就求師父救這位龍夜姐姐 各位覺得怎麼樣 很公平吧 那我們怎麼確定 你不會半途開溜 欸 我雖然只是一個狐 但是師父可是有教導我住人的道理 師父說住人要有情有利 有理有信 不然就繼續做情說就行了 何必化為人形 所以 只要我說出了 我就會守信用的 好 我們相信你 只是這箱該怎麼跟敵人兄交代 又該用什麼方法 經常把陷阱解開 嘿 當然要看我們裡面 最能力上到的那一位啊 慢著慢著 你們全部一起看著我 這什麼意思啊 那這小狐狸 真的死了 是啊 你沒看見你這沾起的浮標 跟這綠色的狐狸嗎 我才把浮標拔起來 它就呼 的一聲 變成煙不見了 只剩下這團綠毛 嗯 看起來這地雷是那隻小狐的毛 唉 原本我只是想 教化指著它的行徑 勸它回到山中去好好休息 沒想到這隻浮標 竟害它的性命 其實 它只是本性還算善良的小狐 這隻喬皮愛往的點 卻死於我的手下 唉 希望它能夠 投胎到好人家去 看來敵願兄 並非要害小狐性命 雖然這個主委實在有些 可是現在 拆穿 就欺負南下了 真是對不起你的 敵願兄 那麼 敵願兄的陷阱 就可以解除了吧 就是當然 免得不勝有傷疾無骨 我得好好反省自己用術的輕重 就這樣子 我先告辭了 這下可好 這種妹子良心的才是偏教我做 我有沒有看到它的神情 我都覺得 微笑巴士訂閱了我 真的對不住 對不住你了 曲兄 我也沒遛到他 會如此自責 唉 此次過後 沒有機會再與他相遇 你某只會說明一切 父親請醉 你們也被太指責太深 既然大家都是為了救榮葉姑娘 兩者只能先擇其 當然性命要緊 道德 就榮後再行不無休了吧 說到榮葉姑娘 他們還在客廳門口等著他們的消息呢 嗯 我們走吧 怎麼樣二師哥 成人吧 這該怎麼說 總之獻集已出 夜明龍不會有危險的 嗯 既然還把我的尾巴毛 這都痛死了 不然 你也可以把 保留你的尾巴毛 這樣 再有個全屍 好了好了 咱們還是把握時間 快到旅梁上去吧 嗯 葵姊姊姊 你多撐著點 咱們現在要去找大夫了 嗯 好走吧 大巡谷 真是急死人了 這小狐狸怎麼說要去通報 這這麼長的時間都沒回來 該不會就這樣丟下我們了吧 當然不是說他叫夜明龍 所以別老 只要狐狸長狐狸短 他看起來可是自尊性很強的 是啊 我也相信他 說不定有什麼事當歌了 可是二師哥 榮燕姐姐他 已經神志不清了 我擔心 不知道他能撐多久 啊 這樣子囉 我們就 這樣子我們就 直接硬從過去吧 別再等下去了 我們能等 榮燕姑娘可等不了 他的時間可是寶貴的 不過就是這座橋嘛 所謂不落虎穴 陰斗鬍子 咱們先衝進去就是 是啊 二師哥 咱們先過了這座橋到對岸 再求情打算也成 嗯 好吧 既然連師妹都這麼說 雖然有囚餘人 上次床路有些過於唐突 但是情況之一 實在顧不了這麼許多了 咱們走吧 好 我跟你講這邊要怎麼破 很簡單 各位這個很簡單 走 這是 二師哥 師父神教過這種陣型的牌法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紅色火稱之為羊 藍色火稱之為陰 必須將陽火全數清除 由陰火取代 陣型方可破 只是 有一點必須注意 引動起因 這起點也會為之改變 嗯 我們多多給快點 我擔心 二師兄我明白的 我們走吧 反正就是 你有隨時存檔的話 我們就存完之後呢 有沒有 存完之後呢 再讀檔 我們就解開了 哈哈 我當初後來 我那時候在存完的時候 我有下載這個 隨時存檔的那個 執行檔 我也是後來才發現我這件事情可以用 有沒有 直接破解 厲害吧 然後 要往哪一走啊 這裡嗎 而且他還不只一個地圖 你看多賊啊 真的有敵人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在這個 機關上面 這邊 走哪裡啊 要看那個門 欸 往上走跟往下走都有 但往右上角就 好 OK 血先 血釀 右邊 還沒還沒到 好繼續吧 喔 我到底要走過這迷宮了沒啊 還沒喔 喔 到了 哎呀 你們竟然通過了八關名證 那本是師父為了阻擋上闖青 卻不速之客 所剩下的奏法名證 我本來想帶你們過來的 可是我左早右早找不到師父 師父大概柴藥還沒回來 不過應該快了 你們 你們還是 先扶那位董月姐的進屋休息吧 我瞧他的顏色越來越蒼白 怪嚇人的 嗯 那我們就只有先到老了 好 這下該怎麼辦 柴藥姐姐已經陷入昏迷 違反夢魂的時間將過 到時 唉 真是急死人了 是誰如此大膽 這樣敢擅 擅闖我清居 好了好了 師父終於回來了 哎 不是 是我要慘了 是 是 師父 各位前輩 我被取莫知 湯圖私裡 死感抱歉 我妹在同你說話 你可以安靜嗎 呃 是 是是 我不說話就是 哼 龍龍 你是把維斯的畫當耳掛封 掛封了 還是教室三代的責罰太輕了 不是的師父 因為他們有重傷代救的病 因為他們有重傷代救的病 你哪一次不受重傷代救 呃 因為他們是好人 你哪一次說帶回來的是壞人 因為 因為他的傷只有師父你治得了 你有跟我認真學藝術的嗎 你怎麼知道我哪些治得了 哪些治不了了 嗯 我 我 說我出理由了 就把他們的人 給我請出泰玄谷 師父 前輩 請容我一言 不管你們有什麼理由 我都不想聽 正我言之 我不就是一般人 你們請回吧 龍龍 送客 師父 你騙人 哭什麼 我騙過你什麼 你說過 做人不可 背信萬義 不可知恩不報 他們是能人的恩人 我就只能 但他們來見師父 以事為報 但師父卻趕他們走 且不是要違反思緒 你這小鬼臉精 燒到我面前耍小聰明 我會不知道你想擊我嗎 不過這就是重點所在 為什麼是恩人 我還沒有質問你上哪床過去 我 我 我中了道士的浮標 是他們救了我的 那有好 好多人 為什麼會中浮標 我 我跑進車裡玩 龍龍知錯了嘛 師父不要生氣 那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我知道 我自己去掉在樹上就是了 可是師父 你別讓龍龍失信啊 師父需要你教嗎 是 真是抱歉 裂頭頑皮 給各位添點麻煩 如果這樣深深俱立 那是不會大一回事的 我才對豬尾多有得罪 尚請見諒 啊 原來前輩不是本來就這麼兇的 我本來還擔心 我們不知該如何 如何是好 其實 你們一到太玄谷我就知道了 我是故意看豬尾會不會自行破解八冠明證 還是會靠力圖帶領通過 由此可虧出豬尾的誠心與否 至於八冠明證 本就是對求意者的試煉 既然 豬尾能夠靠己之力破證 我自然一以相待 多謝前輩聲明大意 我妹在此敏感五內 不用客氣 先讓我仔細瞧瞧那位姑娘吧 咦 阿士 前輩那是老爺姑娘 呃 不 不 我是說 她是D界的人吧 是的 前輩也是D界之人嗎 我不是D界之人 只是曾與D界有過一段淵遠霸人 就是修提 她總是只有的血魂之戏 如果要把解她的話 我無人為力 啊 那老爺姑娘她豈不是 沒得救了嗎 我只是說無法完全解開 但是 把她暫時先擋一下 都還可以 不過 我缺一段東西 這你們得先取來才成 需要什麼 我們被定當全力取的 這段東西叫做顯靈神柱 這千年以上的道行 可畫起人形的蛇精內丹 這東西可暫時抵抵她 被吸取的血魂 爭取白日之死 讓你們去找下 找到下宿的元凶 被將殭屍消滅或陣風 放來將至顯魂之氣完全阻斷 那麽 就顯靈神柱 要上場找去呢 這邊不用著急 等會就送到門來 這不就來了嗎 這 這團球就是千年蛇精 當然不是 這師父飾養著小金怪 管道叫草精 我指的是門外找麻煩的那個 哈哈哈哈 你這是雕虎 怎麼掉到樹上 你那神通管道的師父怎麼了 保不了你的事吧 發話的那個叫韓吳沙 這個千年蛇精鎖化 就盤踞在這個履然上 捏一頭胖河上游 一處被稱為胖羊古墓之處 我與他同居這羽羊商 本事各不相反 不知為何這陣子 纏上我這大呼小叫 我看是懂懂 八成是又闖了什麽禍事 雖然 但是沒做什麽愛我之舉 不過反正那蛇精聽說也 海洋不少 纏在山路上也用男子 吸取精氣 借他那當用用 也可厭屈他一些氣焰 順便救你們的朋友 你幹什麽 你不要過來 你不要碰我 師父 救命啊 龍龍在喊救命呢 半生他神經對他不利 怎麽快就去救他 唉這小女子平常雕馬靈活 有時去慌亂萬行 不會自己把自己放下去好了嗎 真是 主人要小心 這航無殺可厲害得很 雖然我沒跟他交過手 但是之前想幫我出氣的金怪們 可就 可就 可就都被他的 他跟他的手下打得體股完膚 由於 戰力蛇要最為 啊 師父 他把我尾巴了啦 不行 我還是先去看看 師妹 哼 什麼車禁 我倒想會會 我 我留下來保護那些姑娘 然後 導演 導演 遙 救命出現啦 你們是誰 各位大哥大姐快救命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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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求取功名 书念的如何 恕爱惭愧 这下进程硬是 原本线线满满 无量官场黑暗 这下只是一件穷儒 花不起大把银子 只落地返向的下场 那你是怎么跟着他们的 你看起来并不会任何咒術武艺 这下 这下其实是因为仰慕农业姑娘 基于对农业姑娘的一片痴心 在厚着脸皮跟着的 哦 这倒是有趣 那么你背诵记忆 自信如何 背诵记忆 不是在下自夸 这可是在下唯一自傲之处 可谓过目不忘 哦 那么愿意学习咒術 好保护你心爱的女子吗 我 我可以吗 如果可以的话 徐某必当全业以赴 那好 我这由许多咒術卷走 做出取得慈念作文之外 最要紧的是一心不乱 精神贯注 做法 是与对方并尽全力 如此 你懂了吗 晚辈懂的 说不定你是乖洗皱的料 寒武山他妈所下十分难缠 我担心那三人抵挡不了 所以你得心无旁骛 群心俱华 以神气激引天穷华光 鱼顶群顶上 共亚姨知向而发之 嗯 这书生倒是挺认真的 说不定真可作孝 行了 我应该都背下来了 嗯 速度拉挺快的 不过 隆隆也喊架好几回了 你要再快出去试着帮忙吧 为了你的朋友们筋疲力竭 嗯 虽然有点紧张 不过 未来农业姑娘 我就马上了 曲目之快速吸得以下咒术 神气流转 群心俱华 神灰天光 风魔神道 老木神醒 神之宦官 以及 以及凌智阵法 请加油 OK 我们现在快打是不是 来吧 我们这边就不靠修改器了 我们就靠实力打他 神气流转应该不需要 神灰天光 然后一样 日轮神剑 八皇军呢 先用神士换官 换官 然后消互回 呃 波风枪 我们在打死他 对不对 OK 那要花点时间了 神气流转 神气流转 这有灵智阵法吗 没有 他雷不怕 可是怕光 哇 超痛 日轮神剑 波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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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 群慕姿 波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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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對喔 藍鳳神行 空氣放 我還沒看到韓武是要發招式的 咒書 快死了 八千滴血 哇 這個愛心 好 最後一集 光是這個吧 愛心攻擊 死了 這 你們居然這麼強的幫手 給我走的橋 慢著 看我吸取你的內彈 糟了 他動作太快 來不及吸取他的內彈 啊 什麼 那可怎麼辦 我現在可同於腦杖 沒力在打了 哇 看不出你這呆書生 真是身長不漏 不會是師父剛剛教你的吧 這倒是沒錯 我本來沒想到我可以這麼順利 算了這些看似困難的做法 欸 別忘了這匪伯 我師父從前教我咒術 也說過學習做法 也需要一點天賦 看來你當術生可惜了 當個咒術師 都還大而可為 現在說這些沒什麼用 那個韓武是要跑了 內彈也沒了 那麥姑娘該怎麼辦 哎呀 說你帶這針丹 不會去找他的老巢嗎 他的老巢 你也只泛洋古墓嗎 是啊 我們 龍龍 你又再亂出主意了 想多掉幾日嗎 啊 師父 我什麼都沒說 什麼都沒說 那麽前輩 我們現在該怎麽做 其實龍龍方才說的 倒是唯一之策 但泛洋古墓零久失修 而且見到此墓的賢貴家族 我早已沒落 因此並沒有入口可以進入 加上韓武殺在此墓 盤踞已久 裡面危險 死未可知 如果只是危險的話 那豆腐主委屈 可是沒有入口 這也倒不 我 嗯 我有允許你多嘴嗎 人家在說話 你也是問過了嗎 是 師父 龍龍有話要說 請師父攏我一眼 嗯 說吧 我是想說 有隻草莖告訴我 它經過那個怪木 卻不小心掉進河裡 結果誰的水流漩渦 可以發現河床底下 有個通往那怪木底下的洞穴 喔 正有此事 對呀 對呀 所以只要有進去就可以了 啊 有 有進去 這 我不愛水性 我 我也是 但是 我與師妹從小坐在山頂 對水溪實在不行 那 只有我一個人懂得 也是不成吧 這 到底是難處 不然 我們要先到古墓看看 說不定有什麼其他的法子 或入口 嗯 這也不是一個權宜之策 所以農業姑娘 我們就先放信交給我 只是他們的時間所剩不多 我們最好盡快取得血泥神珠 是的 我們明白 那麼 我們就先告辭了 好